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子家业开机经验亮相 古装女神的蜕变与角色共鸣 在当今熙熙攘攘的娱乐圈 杨子 这个曾因青春校园剧走红的名字 已然成为了实力与颜值并存的代名词 随着新剧家业的开机 杨子再一次用她独特的魅力 与出众的表演功底 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在开机仪式上 她以一席古装扮相经验亮相 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古装女神 本文将围绕杨子在家业中的蜕变 和她作为演员的成长展开探讨 并通过一些独特的感受与见解 带领大家深入了解她的精彩之处 杨子此次在家业开机仪式中的古装造型 让人眼前一亮 她梳着精致的发际 搭配米色格纹毛衣开衫 尽显温柔典雅之气 与传统古装造型不同 这次的设计在保留古典气息的同时 融入了现代时尚元素 既不失传统文化的韵味 又带来了视觉上的新鲜感 细品杨子的造型 她的五官精致而立体 皮肤如此般白皙 笑容温暖迷人 如同从古画中走出的仙子般动人 或许正是这种由内而外的气质 使她能轻松驾驭各种风格的服饰 从现代装的清新 自然到古装的端庄大气 每一次亮相都能惊艳众人 这种造型不仅是杨子对角色的用心 也是她作为演员的魅力体现 一个好的演员 不仅需要用演技打动人心 更需要在视觉上呈现出角色的独特气质 而杨子无一做到了这一点 她的造型让人对她在剧中的表现充满期待 同时也展示了她作为 古装女神的无限可能 杨子此次在家业中饰演的角色李珍 成长于明朝中期 一个充满家国纷争的背景下 作为一名年轻的女性角色 她需要在复杂的环境中完成从青色少女到独立成熟女性的转变 这对演员的演技和心理素质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作为一名有多年表演经验的演员 杨子在开机仪式上表现出的自信和从容 足以证明她对这一角色已做足了功课 从她对每一个角色的认真态度可以看出 她不仅仅是将表演当作一份工作 更是当作自己与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 她通过角色体验不同的人生 这种对表演的敬畏与热爱 正是她不断成长的动力 一个优秀的演员会通过角色不断打磨自己 而一个成功的角色也会成就演员本身 杨子的成长让人欣喜 而她在角色中的蜕变 也让我们看到了她身上的无限可能 演员成长与角色塑造的共生关系 杨子的独特之处 杨子的演艺生涯 正是演员成长与角色塑造的完美案例 她从家有儿女中那个志气未脱的 小雪 到如今在影视作品中能够独挑大梁的女主 每一步都踏实而坚韧 而她的每一个角色 也因她的努力而鲜活生动 家业中的李珍 显然是一个带有复杂内心的角色 杨子通过多年的积累 已经学会如何用表情和眼神去展现角色的情感 用细腻的表演让观众产生共鸣 角色不仅是她展现演技的平台 也是她作为演员成长的镜子 演员的成长与角色的塑造 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杨子在这条道路上的不断尝试与突破 让我们看到了她对表演艺术的追求与探索 她通过表演传递情感影响观众 这是一种真正属于艺术的力量 作为一名90后演员 杨子的成功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证明了一个道理 演员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天赋 更取决于后天的努力与坚持 她始终保持着对表演的初心 这种热爱贯穿于她的每一个角色中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娱乐圈中 杨子的成长故事无疑给年轻一代的演员提供了许多启发 她的经历告诉我们 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 而是无数次努力的累积 只要有热爱 有坚持 就能在舞台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杨子的故事 或许正是年轻演员们需要的一盏指路明灯 在她身上 我们看到了努力的力量 也看到了梦想的可贵 她的成功 不仅仅是个人的辉煌 更是一种行业的正向激励 佳业的期待 杨子如何突破自我 佳业作为一部历史背景浓厚的电视剧 不仅需要演员们用心还原时代的氛围 更需要他们能够深刻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 杨子作为主演 无意肩负重任 她的古装造型与出众的表演功底 让人对她在剧中的表现充满信心 在这个项目中 我们有理由期待杨子能再一次突破自我 用更加成熟和细腻的表演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动 她的每一次蛻变 都是一次艺术上的升华 而我们也在她的作品中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演员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对自己艺术道路的一次升华 杨子用自己的努力与才华不断为观众带来惊喜 这是一种真正属于表演的魅力 而我们也期待她能通过家业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 总的来说 杨子在家业中的亮相与表现 让我们看到了她作为演员的全新面貌 从古装造型的经验到角色共鸣的深刻解读 她用自己的努力与才华征服了观众 演员与角色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成就的过程 而杨子用自己的成长与作品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对于杨子在家业中的表现 你又有怎样的期待 是期待她再一次突破自我 还是期待她用全新的方式感动观众 无论如何 我们都相信 这位古装女神 一定会用她的努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让我们共同期待杨子的精彩表现吧 杨子在家业中的全新挑战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她作为演员的不断成长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她对表演艺术的热爱与执着 从古装造型的经验亮相到对角色深刻的理解 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在娱乐圈的地位 更用每一次蜕变告诉我们 优秀的演员永远在路上 未来的杨子 必定会继续在她的演艺之路上发光发热 而作为观众的我们 也充满期待 希望她能够用《家业》这部作品 再次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表演 相信她用对角色的专注与对艺术的热情 一定能让这部剧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子在家业中的精彩表现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